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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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官 你是吃饭还是住店 这是在三元地劲 还是复平地劲 好 这儿已经是复平了 给我一件上方 好好好 你干什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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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三处八马 你再敢发了 你再赢 你们干什么 你们干什么 两位小害 在下与你们无缘无止 丑 是不是绑错人了 我能有这么笨吗 我们绑的就是孙永泉 你就说 你是不是孙永泉 是不是 行了 浩瀚 找我有什么事 有人 找了我们管你要不要东西 要什么 你的 人头 好好饶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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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也想饶了你啊 可是人家出了银子 我们怎么着也得表示了是不是 你们说了多少 我加倍给两位好害 这全都可以让我一鸣 我呀 太骆驼了 给他一刀 咱们好回去复劲啊 也是 哥哥 您动手还是我来 哥哥 我来吧 好 等等 等等 这 到底是谁要卖我的命啊 让你死下的死 可明明白白 听好了 出银子人 他姓刘 刘 你 你什么人 你们干什么呢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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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是强盗 别说 救命啊 救救救命啊 弟兄们 救命啊 我强盗 哥哥 来人 咱 咱得救命 别跑 救救 救命啊 救命 救命 老兄 快起来快起来 没事吧 多谢多谢 多谢 孙长官 是你啊 你认识我 我也算是吴家的人 你是哪院的 东院 我前两天才刚进去 所以我认得你 你不认识我 此地不宜久留 咱们快走吧 要是那两个强盗杀回来 咱们可就亡了 走 你后面不是还有兄弟吗 什么兄弟 他都是我瞎编的 你是续长生事啊 不然怎么吓唬他们呀 快走吧 窗口前面的林子 就是惊养了 走 不行 怎么了 我还得回客栈一趟 干什么呀 我哪儿有行李呢 好 要不我陪你一起去 好吧 这条路走不了了 我制作另外一条路 这边 来 到了 老板 客官 我正说手手完了报关呢 你都回来了 太好了 你没事吧 老板 我的东西都可还在啊 你是说您的包袱吧 我收着呢 你等等 多谢 客官 你是怎么得罪了散手帮的 冰王 乌银那人 他姓柳 是不是漏财了 才被他们给盯上 不是 是他们被收买了 有人要要我的命 谁啊 先押押精 孙掌柜 掌柜的 给我们上哪儿酒 再来几个小菜 好 好 你们稍等 不是他 不可能是他 孙掌柜 你不是应该在三元点的杭坐镇吗 怎么到这儿来了 你说什么 我说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我家里有点事 跟东家请了假 就出来了 说是 你怎么到这儿来 你了 对 四星期发生了 我一个证明的 以及罪名的鲜巴 这个人是不是 你就是 我去拿来 还说我 你就是 就把刚从复评出来 正准备抄小道回京阳呢 就遇见你了 二位 请 谢谢啊 来 孙长辉 先喝点酒 压压惊 好好喝啊 我说你这酒里加了多少水啊 没没没 算了 喝我的 来 孙凤 熙凤 这可是好酒啊 我这辈子 唯一喜欢的 就是这个酒 这酒是从京阳带来的吧 来 晚上 晚上 来 谢谢孙长辉 小五 大恩不言谢 我先干为敬 孙长辉 您别这么说 以后呀 还都指望您关照我的 干 没喝 这 怎么了 是 孙长辉 这 这 这酒 不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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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长辉 一定不是他 孙长辉 你这到底是得罪谁了呀 这人是铁了心了要杀你呀 不是他 这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就算asia 谁 是我 小谷 孙掌柜 这大白天了 你把屋里搞这么黑干嘛呀 见到林妈那样 还说呢 我在市井阳走了大半天 也没找到你说的那个林妈 难道他们已经离开金阳了 难道他们已经去复萍了 你去哪儿呀 金阳现在大街小巷 全宇宙的通缉令 你就这么出去 立马会被抓 我去复萍张乔跟他会合 他没走 还在金阳呢 你怎么知道的 他正给三爷筹办生日宴呢 今天还去了冬月 邀请我们家夫人和少奶奶参加 他不是说 三天之内就来跟我会合吗 他还给他过生日 到现在了你还相信他的话 孙掌柜 要我看 你现在就两条路 要么 背着所有黑锅拿着那五百两银子 改名换姓赶紧跑 能跑多远有多远 再也别回来 我这辈子为了他 把自己全都毁了 难道我就这五百两银子 要么 就去衙门自首 反正你是从犯 他是主犯 摊的银子你也一两枚落下 就算盼到你头上也不是什么大事 至少不会像现在这样 向丧下之权到处被通缉 怎么样 要不我陪你去衙门 他没走一定有不得已的苦衷 一定是 一定是他要逃的时候 被吴卫双发现了 吴卫双把他关起来 逼他说出了我的行踪 要杀我的人不是他 是吴卫双 一定是这样 只有这样才说得通 可那瓶毒酒是他给你的呀 那毒酒是林妈给我的 林妈一定也被吴卫双给买通了 对 一定是这样 晚上没有背叛我 这一切都是吴卫双干的 对 就是这样 小五 你帮我想想办法 我要去见他 我要去救他 我怎么帮你呀 这五百两银子 都给你 行 我再想办法吧 我们家夫人和少奶奶 让我们先送点东西过来 好 进去吧 好 那桌子得放中间 这桌子摆在那儿 椅子得放齐了 让他们得赶紧的 这个 这个摆在这儿 对对对 那红锅摆在那边点 对了 对对对 这哈密瓜就摆在这儿 摆在中间 那水晶饼呢 就是老爷最爱吃的水晶饼 谢谢 我跟你们总共就吩咐了三件事 这脑子怎么就能记一件事啊 快去拿水晶饼 那葡萄摆在那中间 快把老爷最爱吃的那个摆在中间 宛儿 对 就在那儿 慢点 慢点 这哈密瓜 放左边 宛儿 看眼的时间还没到呢 小心脚 你怎么就出来了 我来看看你啊 我有啥好看的 走 放那儿 红宝石簪子戴上了 我媳妇就是好看 你天天看我 还看不腻啊 看不腻啊 好的 老爷 现在这人不多 我先给你祝个寿吧 祝老爷福如东海 寿比南山 光祝寿啊 没寿礼 那我前两天 亲手给你织的那砍尖不算呀 不算 那你还想要什么 我想让你啊 再给我生个胖小子 咱这这么多馅儿 就是说这些疯狂 真逃命 咱们走 这又是什么呀 小五说你要见我 你有什么事情要告诉我 你知道 五匹是谁杀的吗 因为五匹要查三元典大行的账 刘婉儿就下毒 毒死了五匹 后来周莹也要查三元典大行的账 刘婉儿就设计 吴蔑他和王世军有奸情 吴蔑他和王世军有奸情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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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